大家好,我是小独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印度科幻电影 宝莱物机器人之恋 机器人忘恩负义 讲自己主人女友的故事 你说印度科技并不发达 能够想到拍摄本片 那也算脑洞大开了 你不服都不行啊 胡子哥是一位科学家 常年累月在实验室倒同他的机器人 女朋友大漂亮都被他晾在一边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他只用了三年时间 就造出了一个高智能的机器人 他还按照自己的组帽 造了张人皮 安装到机器人头上 看起来与胡子哥就像一对双胞胎 胡子哥带机器人回家见自己的家人 老太太见机器人可爱 就给他取名七弟 可是七弟并不完善 没有自主思想 也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意思 只能按照人们指令做事 机器人研制成功 胡子哥这才想到自己的女朋友大漂亮 但胡子哥找到大漂亮 大漂亮跟胡子哥提出分手 胡子哥将大漂亮用到华丽 久久稳在一记 然后将七弟介绍给大漂亮认识 大漂亮看在胡子哥友善尽心的份上 同意与胡子哥继续交往 胡子哥和大漂亮带七弟参加公开展览会 面对众人抛出各种难题 七弟都能对答逐流 赢得满堂喝彩 只有一人面色如荼 那就是胡子哥的导师高明教授 因为高明教授开发的机器人 在七弟面前那就是个智障 老教授面子上挂不住啊 也是人之常情 可你也不想想 胡子哥是你的学生 庆祝越蓝而胜越蓝 不是更好吗 展览会结束后 大漂亮让胡子哥把七弟借给他用几天 胡子哥无法拒绝就同意了 七弟不但为大漂亮做饭 收拾房间 还帮他度过烤之难关 帮什么帮 分明就是作弊 另外还拿了一次英雄救美 那次七弟陪大漂亮外出 车上遇到一群流氓 流氓准备对大漂亮动手动脚 拉扯中将大漂亮苹果手机 转到窗外 掉到桥下河里 那可是胡子哥送给他的定情职务哟 七弟跳到窗外 飞快从河里将手机捞了上来 好的是七弟回来及时 不然大漂亮可能要失财失色了 七弟到底是机器人 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你说手机有人重要吗 为何不先救人啊 七弟立即施展手脚 三圈两脚就将流氓打倒 人家可是机器人啊 几个臭流氓怎是对手 七弟救了大漂亮得到花奖 正如大漂亮所说 如果七弟不是机器人的话 他就一情别恋了 七弟开心地与人们生活在一起 别人捉弄他 他也会戏弄别人 胡子哥看到了自己的科研成果 心中十分高兴 准备生产一批机器人服务社会 但必备的条件是 通过机器人研究所验证 高明教授就是验证专家之一 就在七弟完成考核内容 就通过验证时 高明教授故意输出错误指令 只见七弟拿起匕首 刺脚胡子哥 差一点就杀了胡子哥 这也证明 七弟无法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无法通过验证 胡子哥为了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会白费 再三恳求教授 再给他一次机会改进七弟 高明教授只给他一个月时间 这分明就是故意刁难胡子哥呀 胡子哥给七弟大脑惊陷 输入情感与性别程序 有一天 胡子哥先起发现七弟生了气 这就证明他有了人类的意识与感情 升级改造后的七弟 去医院妇产科给医生帮忙 得到了医院所有人的赞扬 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大飘良上前送给七弟一个吻 表示赞美 这个吻让七弟晚上久久无法入睡 为了一个蚊子 咬了大飘良一口 七弟找蚊子纠缠半天 非得让蚊子给大飘良赔礼道歉 只为再次得到大飘良一个吻 七弟终于如愿以偿 这时候大飘良还没有意思到七弟已经爱上了他 胡子哥的导师高明也在研究机器人 他研究机器人可不是造福人类 他研究机器人准备卖给军火商 送中获取暴力 高明教授带着自己研制的机器人 与军火商见面 验证机器人功能未被通过 军火商用强制着他 限他三天之内改造好机器人 否则就要了他老命 这天是大飘良生日 胡子哥去买礼物送给女友大飘良 七弟当时也要送 胡子哥只好买好礼物 让七弟带他送上 生日宴会上 七弟亲手将礼物送给了大飘良 七弟与大飘良表现得十分惊热 搞得胡子哥心生嫉妒 当时就在生日宴会上表示 准备近期就和大飘良结婚 七弟结了 就当众对大飘良示爱 还说要与胡子哥宫行见争 大飘良认为这实在太荒谬 便明确告诉七弟 他是不会嫁给机器人的 再说他也只爱胡子哥一人 七弟非常郁闷 独自一人离开宴会大厅 这时高明教授找到了七弟 接次挑拨七弟与胡子哥关系 让胡子哥在验证会上 无法通过对七弟的验证 验证会那天 七弟果然不停指令 把胡子哥的验证会搞砸了 胡子哥急急了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不让我通过验证会也就罢了 还抢我女朋友 要你何用 当时就停了机器人七弟店员 将七弟大卸八块倒进了垃圾桶 高明教授偷偷将七弟讲了回去 七弟希望教授恢复他以前的样子 继续追打漂亮 看来他还是个多情的机器人呢 教授同意了 不过教授还给他说出了破坏程序 七弟在胡子哥的婚礼上出现了 他不是拉贺喜的 只见他抱上大漂亮就走 这小子公然抢筋 胡子哥立即报了警 七弟面对追来的警察 丝毫不留情 警察们一路开挂 七弟不享受教授控制 直接一掌劈死了他 自己当起了老大 他把教授的机器人进行了改建 全部装上与自己一样的袜皮 组成了机器人大军 胡子哥化妆混了进去 就大漂亮 改动了一些程序 总之成功进行了一些破坏 很快被七弟发现 立即追查那鬼 他让机器人的头360度转动 胡子哥无法做到 立即就露了线 这是特警感的支援 哪知很多机器人叠加在一起 变成各种形状 特警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群机器人堆积在一起 变成一个特大机器人 追杀胡子哥 胡子哥用早就准备好的 磁力弹打在七弟身上 机器人大军失去磁力 纷纷倒地 被磁力辞住 无法动弹 胡子哥卸掉七弟的大脑芯片 不久后 胡子哥受到法院审判 因此也查明了是高明教授 从中倒的鬼 胡子哥被无罪释放 为了保险起见 七弟被拆卸 封存在博物馆里 全篇结束 本篇其实很有看点 七弟炫继炫的 小毒都快眼瞎了 很值得一看咯 欢迎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